美股當中的零售業巨人好事多 近期不畏市場高通脹與加息狀況 股價領先大盤指數並再創歷史新高 根據過去經驗 股價或許短期內還有再漲20%的空間喔 各位朋友朋友好 歡迎又來到美股最前線 網民來推薦 我是Gary 最近第一個季度剛結束 美股三大指數 道瓊斯、標普500與納斯達克指數 分別下跌了4.5、4.7以及9.1個百分點 背後因素主要是因為近期美國加速升息的議題 以及5月份美聯儲要縮減資產負債表 造成資金流動性下滑的關係 就在大家普遍預期今年美國經濟相較去年 普遍下滑的情況之下 必須遜消費類股展現了堅強的抗跌能力 其中更以零售業的巨人好市多表現最佳 最近剛公布的3月銷售數據 相較去年同期增長了18.7個百分點 股價也因此再創歷史新高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當然也就引起了網友的關注 我們來看看好市多最近的技術評分是多少 美股大盤的一個技術評分 大概是在2.11分左右 顯示最近幾個交易日美股大盤是有所回跌 不過目前還是維持在零軸之上 算是相對偏多 然而好市多的一個技術評分是接近了22分 顯見他在過去200個交易日的一個技術走勢 是相當強勢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還是要偏多思維來看好市多這檔股票 接著我們來對好市多有一個簡單概括的認識 我想大家對於好市多都耳熟能詳 每次去好市多我都會買他們的牛肉捲來吃 講著講著現在肚子都有點餓了 而好市多跟一般的量販店最大的不同點是在於 他們是需要有會員資格才能夠入內去買東西做消費的 有辦卡的會員都認為他們所繳的年費非常超值 他們才會去辦這個所謂的會員卡 所以他們現在是美國最大的連鎖會員制倉儲量飯店 而目前其實他們每家分店裡面的商品品項大概是有3600多種 涵蓋的層面其實是相當的廣泛 從食品、居家品、珠寶、電子商品 甚至連我媽媽目前在使用的助聽器都是在好市多所購買的 我去到他們的一個聽力檢測室 發現他們的一個檢測設備其實是非常專業的 隔音設備是花費了百萬元巨資所打造 而整體的一個服務人員品質也是相當的周到 講到這邊好市多不考慮找我業配嗎? 好剛剛那邊是開玩笑的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各位也都知道在疫情期間 好市多的營運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所以從這樣看起來 我們就能夠知道 它的一個類股屬性是必須消費類股 而目前整體的市值大概是2500多億美元 所以在納斯達克當中它是屬於大型股 接著就讓我們來看好市多近期有什麼樣的一個市場熱點 如果從最新一季的一個財報數據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營收是大概519億 年增率來講是有來到16個百分點 而淨利的部分有13億美元 年增率是37% 剛剛我們講的年增率淨利率增速是營收的兩倍 而且開店一年以上的銅店銷售額也有成長了14%左右 整體算是相當優異 上一季的會員家庭數有6340萬個 以季度來看是增加了90萬個家庭會員 會員留存率的部分數字是相當驚人 來到九成也就是說在一年期滿的會員 10個當中有9個他會繼續使用好市多的一個會員卡 這也代表顧客認為他們在好市多的一個會員是相當的超值 客戶忠誠度如此高 再加上競爭對手亞馬遜在今年2月18號 針對1.26億的美國用戶提高了年度會費 也因此目前其實是好市多考慮增加會費的一個好時機 但你可能會想好市多增加會費之後 顧客會買單嗎 從過去幾次調漲費用的經驗我們可以發現 顧客對於好市多調漲其實是買單的 因為他們其實知道好市多在收了年費之後 他們確確實實是壓低了商品的價格 其實如果用顧客心理的角度來想 會員費如果漲了勢必要多買一點 才能夠把被多收的錢給賺回來 而各位有沒有發現 如此一來又能帶動整體營收的上漲 好市多有每5年提高會費的一個歷史習慣 上一次的收費上漲是在2017年的6月 所以如果保持其歷史的一個模式 會員費的一個上漲可能會在今年下半年就到來 對於投資好市多的股東來講 無疑是一個利多 但如果現在從估值的層面 把好市多跟他的競爭對手來做一個比較的話 各位可以發現好市多目前的一個估值 不管是從市盈率或視線率相對於說 沃爾瑪或塔吉特來講是相對高很多的 所以對於有一些價值投資人來講 他們就會認為目前的估值比較高 可能會等待價格有所回調 那這時候對於整體市場的買盤也會有所減弱 這是好市多目前在股價上面臨的一個隱憂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網民 對於好市多的看好程度 其實可以發現目前的看好程度有75% 其實是還蠻高的 但是比較讓人訝異的是 在4月1號之後看好程度有所下滑 也許是因為4月1號已經來到了歷史高位 變成讓一般的網民有不敢繼續追高的一個傾向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過去好市多的一個獲利能力數據 好市多他們的一個淨利相對他們的營收呢 其實是比較低的 平均來講大概是只有2.5個百分點 他們每年的營收大概都有7-8%的增長 所以對於獲利是有所提升 甚至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2020年 也沒有對好市多的一個營收造成影響 畢竟好市多裡面賣的食品生活用品 是我們日常所需 再加上商品價格經過了大包裝之後 對於一般家庭來講其實是非常實惠的 所以簡單來說 這就是一家穩健成長的公司 看到季度數據的一個部分 可以發現過去幾季的一個營收 都維持在500億上下 獲利也算是穩穩的 這也算蠻符合這一類銷售穩定型的公司 接著我們就來從技術分析的角度來看 好市多是不是有切入做多的交易機會 首先我們看到好市多的月線圖走勢 其實它從1986年的3月份就開始上市了 那從月線圖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它的走勢是一直處於一個 穩健增長的狀態 如果跟1986年相比下來 目前的股價已經增長了百倍 而且目前是處於創歷史新高的一個模式 接著我們切換到日線圖 股價在4月6號的時候 創了歷史新高 如果比較積極的投資者 比較屬於追動人的交易者 在股價創新高的時候 就是一個屬於應該要進場的交易機會 而且大家可以發現 當過去兩次價格創歷史新高的時候 股價往往在接近2到3個月之內 還有一波20%以上的漲幅 所以如果就這次的經驗來看 股價也有可能呈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這邊的歷史新高 大概是560塊 當往上再加20%的一個空間 大概是有機會上看到700 不過這是比較屬於一個 短期內比較積極的一個目標價位 那如果你是相對比較保守穩健的投資者 我們可以從過去好市多幾次回跌的 一個經驗來看 在一個正常的牛市的情況之下 好市多最多可能回調 大概是10個百分點左右 所以以好市多目前的價格來講 當價格如果回調到 接近530的價位的時候 股價有氣溫回升的一個動作的話 可能是保守投資者相對 比較能夠介入進場做多的交易機會 好的以上就是技術分析的一個部分 最後我們來針對 今天的零售業巨頭好市多做一個重點回顧 首先我們可以知道 最近一季好市多的營收與盈利 都打敗了市場預期 他們的家庭用戶訂閱數也是持續的在增加 顧客的忠誠率是非常高 每一年續約的會員相較於上一期 居然有高達90%會繼續使用 而在過去調漲會費的歷史經驗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 今年的下半年好市多有可能調漲他們的會費 接著是好市多股價注意的一個地方 如果以估值來看的話 目前他的市盈率高達47倍 相較於他的一個競爭對手來的比較高 最後是技術分析的一個部分 因為目前股價創了歷史新高 所以在技術面的判讀方面 其實是一個非常強勢的一個狀況 好的以上就是我們這期美股最前線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 或有什麼想要詢問我們的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欄留言喔 那也希望各位不令給我們 按讚訂閱分享和開啟小鈴鐺 這樣我們也會更有動力去分享 對於各位更有幫助的內容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